欢迎大家来到这个TIRA Talk 这个TIRA全弦是Taiwanis Young Research Association 这是一个属于台湾年轻研究研究者的场域 我们每周几乎每周都会固定举办这个TIRA Talk 这个演讲的形式内容非常的自由 然后也包含的领域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希望就是台湾的学术研究者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阶段 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在这个线上 分享自己的演讲 或是练习任何你想要练习的东西 那今天的演 OK Sorry 让我来暂停这个轮播 先让它不要autoplay 谢谢 好 那我们下两周的主题呢 会是就是7月2号跟7月9号呢 都是比较偏向就是天文方面的主题 那7月2号呢 是由中央大学的一位博后叫廖寅 他会分享比较像是planetary science的题目 然后7月9号呢 是由Clorado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一位博士生叫链川平 他会分享关于这个高层大气风场的估计 那这个是比较就是aerospace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方面的东西 那今天呢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就是香港大学 目前在香港大学 然后2022年将会回到台大任教的汪舒华教授 那王老师呢 他的研究兴趣呢 是Proverty Immigration Children and Family Wellbeing 那这些呢 他都会 应该都会在今天的演讲里面cover到 那 他今天会演讲的题目呢 会是Social Science Social Safety Net Feature in East Asia 那 Julia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了 让我来先关掉我的 Sharing Sorry 好 现在看得清楚吗 可以 听得到我的孩子在哭吗 目前听不到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那我就开始了吗 好 那就大家请以掌声 就是Tayra的一个小小的传统 就是大家请打开麦粉 然后以掌声欢迎我们的演讲者Julia 谢谢 好 谢谢Theta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研究 然后也谢谢他很仔细的介绍 很用心的介绍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在讲这个 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网络 它在东亚的几个地方的一些特征 然后我们会cover在COVID 这个Pandemic之前和之后的一些状况 那我在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对于那个就是社会福利这一块可能不太有过去的一些知识 那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社会福利而言呢 是可以算是分个三个大领域就是包括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还有福利服务 那社会保险就像是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 那所以说是用保险的方式来处理 就是有很多的国家是用保险的方式在处理 但也有很多国家没有做类似的保险措施 那在台湾的话我们知道的像劳保啊 国民年金啊或是公务人员保险 这些Pensions就是一个社会保险的系统 那就业保险里面也包含了这些失业的保障这样子 好像我们的全民健保也是一个社会保险的一种特质 就是我们需要contribute然后未来才能够受贿 那另外一个部分有叫社会救助 那社会救助的话就是像有些时候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风险 会例如说变得很穷啊失业之后 那如果说你的工作没有让你有投保就会保险的话 那如果说你就是家里遭逢一些变故 那可能会需要社会救助包括地收入户中地收入户啊 然后在美国有food stamp就是其实上面现在叫snap 就是有这个就是食物相关的救助措施 那像housing assistance在美国像section 8 是用housing voucher的方式来帮助人 也有public housing 那在台湾有社会住宅或者是一些住进补贴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就是关于你送小孩去脱婴啊 或者是就学如果说一些家庭他没有办法负担的话 也会有一些教育的救助措施 那在这个社会救助之外呢就还有这个福利服务 那福利服务的话就是例如说像是儿童虐待发生 或者是老年照顾等等 会需要一些不管是公家或私利这边 他们的一些福利机构提供的一些服务 所以说社会福利的范畴大大多是寒瓜这一块 那我今天可能会比较着重的是在这个社会救助的这一块的系统来做分享 那但是在这个文献的介绍里面 我们在看东亚的福利系统的时候 其实常常我们所做的比较 可能是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这一块都会 这个是比较是像是名词解释 我在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研究呢 其实你可以说它的滥伤 它的其实是在那个2019年的时候 我就是受这个婴后库老师 他在社会国立大学 他邀请我们一些做类似领域的学者 去他们的学校做演讲啊交流 然后呢他就希望说 接下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国际合作 那我觉得说 其实像我们在做研究啊 组织研究团队其实 就有点像在拍电影一样 其实我脑中就是有想说 也许未来我可以做 现在我要报告的这个研究 但是呢你要让各地的 的这个大卡司的档期都能够凑齐一起愿意来拍这个片 有些时候就需要点机缘啦 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训练之后呢 就是婴后啊阿雅他是日本在东京都立大学的老师 然后还有姬阳他现在在中南 National University也在Korea 所以呢就他们都有兴趣了 所以我们后来我就组了这个team 我再去邀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Irene老师 然后还有当时就跟我一起工作的陈宏和赵熙 那我们就组了一个就是可以横刮东亚六地的一个研究团队 那包括台湾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 这六个地方来做福利的这个比较 那这六个地方在过去的这个东亚的福利文献是常常会一起相做比较的地方 那中国大陆算是后来才比较被纳入这个范畴 因为在过去可能在2000年时候很多东亚的这个文献出来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系统其实还蛮怎么说初阶的 所以说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把它看作在一个福利的一个entity来做比较 不过后来我们就是开始也把它纳入比较 OK 那我们在做这个社会政策的比较的时候 只有不同的方式来做 那有常常用的可能会是像indicator approach 就是像在世界银行的他们的databank里面 你可以去下载很多他们的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indicator 包括比如说失业率啊或是他们的那个GDP啊等等 因为这些indicator可以在国家的层级有收集到这些数据 然后可以一起做一些像是cluster analysis啊或是regression analysis之类的 很多比较研究可能是从这个indicator approach出发 那还有另外一种approach叫microdata approach 像是我们知道美国最常见的可能是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它是census bureau 他们每年 不是每年 现在是每年 过去不是每年 在收这个 每个 怎么说 一个census track的里面的一些人口资讯 还有包括他们有没有用福利啊等等 然后美国还有这个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那台湾最有名的就是家庭受制调查 也是每年会有这个数据 那有了这些那个这些microdata就是在各国收的这些nationally represented data set之后 那就可以试着去把这些数据去做一些harmonize之后就可以相互比较 像在在欧盟这部分就做得很好 他们有很多这个harmonized cross national data set 那另外一个有名的系统就是Lossenberg income study 它是其实世界很多国家 那台湾也是用家庭收支就几年做一次把我们的数据用一个harmonize 系统去跟这个各国的数据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来就是有一些国家它的数据其实并不是公开可取得 或者有些地区吧香港是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当时在美国受教育就会觉得说好像 open data 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用了大学人的钱收的数据就应该拿来一起做比较 但是呢常常就是像新加坡也不是有这些open data 的地方 那更别说就是在一些技术发展中国家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那我们看说在美国啊在欧盟啊这些国家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可以用这些microdata能够做到 但是其实在很多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这不见得是那么理所当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 那我刚刚提到的东亚6D也是会有类似的困难就是尤其是当我们在harmonize data 时候有时候要把这个detail都要在简化之后才能够做到那个一个比较comparable data 所以说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这个comparable data不能取得的话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来做比较研究 那就是这也是一个model family approach是我现在要报告的研究所采用的方式 那model family approach就是来做一个几个假定的family profile 例如说在没有收入那低收入中收入的时候那你的家庭组成如果是single parent 如果是单亲啊双亲家庭啊有孩子没有孩子等等 我们去设一些profile之后那去看说如果今天把这样的一个profile放在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可以拿到多少的福利的补助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说每个就是在各地用这个model family 这个hypothetical family profile去做一个可比性的一个基准 然后去收他们的income和cost要付多少税啊要付多少这些劳健保支出啊等等的 那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说在这个制度设计上各地的差异是什么 OK所以说呢就在这个研究里面可以看到说 今天是我们用这个model family data的话是否可以克服这些这个data不可共通的这个问题 然后可以这个方法这个也许是可以让其他更多没有comparable survey data的地方是否可以来这样做一些福利的比较研究 然后另外一部分在过去在欧洲做这个model family他们可能都是用一些descriptive的方式放一些bar graph 然后就做一些比较但我个人就会觉得我常常会在这里面就是迷路迷失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是采比较新的方式来做这个整合这个这些model family的数据的方式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怎么去使用这个数据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针对这个东亚的福利的特征 我们也算是做了一些突破性的一些findings 那这部分我们再来慢慢看 OK所以主要的研究问题呢 就是说在这个covid pandemic之前那就是东亚福利特征是什么 然后在那个pandemic之际那大家的回应措施又有什么差异性 所以那我先讲一下过去的文献好了 那其实从80年代开始就有蛮多的重要的学者 他们开始会对东亚有兴趣因为相对于就是就是相对于欧洲啊欧美这些福利 他们的其实他们的这个per怎么说 他们的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 as proportion of GDP都是非常高的 可能30%是20% 但东亚其实都是很低的一个状况 那东亚又有这个经济奇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它其实是一个up and coming economy 那在这样的一个context之下他们也会有兴趣了解说那东亚的福利的特质跟其他欧美相比有什么差异性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出现 那整合不同的研究的话 大家说东亚的福利跟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是哪些呢 可能就是比较重视家庭的角色作为不管是founder或是provider 那另外在其他欧美地方可能是比较重视政府的角色 然后再来这个人家会提到这个儒家文化也有一些 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包括这个校道的部分就会可能更加强了就是家庭的角色 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很这个儒家文化也会说 就是我们需要去看说我们能够为国家能够就是做些什么 而非是我们有这个权利可以向国家去争取 所以它就比较是一个去尽我们的义务公民的义务 而非是可以去demand rights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可能它也合理化了政府 持续给予较低程度的福利的这个支出投入 那另外一个特征的话呢 是说在其他地方呢 在欧美国家social policy可能是被看作是一个 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领域 那social policy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 达成怎么说就是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手段 但是在东亚 过去的研究者是整合说 其实在东亚社会政策的角色 它比较是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目的的一个手段 所以这个部分它可以作为东亚的一个特征的一个summary 所以Ian Holiday 他在这个东亚的福利文献里面还蛮重要的 其实我们最seminal是Aspen Anderson 在1990年左右 他提出的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 他算是首第一个研究者把各国不同的福利而approach做一些整合 那他就是提出说 其实有这个北欧的social democratic社会民主的手段 然后也有英国美国这个比较liberal的手段 就是low level of investment 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比较保守主义的 像是欧陆的德国啊和法国这些国家 他比较是他的这个社会保险体系 比较是维持现有的这个社会分层 所以他就很多的这些政策 他还是有很重的家庭的这个重要性在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社会保险是比较依职业化分 所以说某种时候他的整个系统最终只是reinforce 他原来的社会分层而没有有做一些调整 那相对于北欧国家 他是可以增加重分配性 就是增加redistribution 让大家更平等一些 然后呢 所以说这个Ian Holiday 他在这个就是大家国际都很认可的 这个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的基础之上 这个时候Espen Anderson完全把东亚给exclude掉在他的analysis里面 他就会觉得说 东亚这个还称不上是这个welfare capitalism 因为他们没有有足够的这个investment 但Ian Holiday说当我们增加了一个social policy的角色的话 我们可以把东亚纳入第四个welfare capitalism 那就是那个tslerpal的角色就是东亚不同于其他的欧美的这些welfare capitalism的差别是在于说他的社会政策的角色是算是附属于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之后 然后呢 Ian Holiday他也算把这个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就是productivist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东亚的这个名词 就是比较重视生产和发展的这个特征 他也在也把这个里面的一直性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日本韩国和台湾是属于这个developmental universalist 就是呢 其实这三个地方呢 就是还有怎么说 有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设置 所以说他算是有比较大的这个framework去处理他们的福利的需求问题 然后另外呢 这三个地方他们的这个福利投入 welfare expenditure也是相对较高 那相对来说香港和新加坡 他就是个福利投入就是较低的地方 他们就是他们自豪于 他们就是采一个welfare minimalist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要投入很多 我们就是要小政府 就是有点像美国的这个welfare ideology 所以说香港梦想到是最像英美的这个部分 那新加坡虽然他也是small government 但是呢 他们又有一个这个像是central profit and fund 他们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政策 他是用saving的方式 instead of social insurance的方式去处理这些福利需求 所以说这个公积金就是你每个月 有点像我们的social insurance system 你要负担 你要放进你的钱 然后employer也会放进钱 但他跟社会保险不同的地方是 社会保险政府你也要付钱 那新加坡就是没有 你们公民和employer你们自己去付钱 所以这个central profit and fund 这个方式像是你的一个saving account 未来就是会付你的保险的钱 就是退休金的钱 也会付你买房子的钱 也可以付你的这个health care的钱 就是你要去看医生也可以从里面出 还有子女教育也是可以从这个central profit and fund 所以他是一个政府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require 他政府用供怎么说 用regulation是出这些规定的方式 去达到这个福利重分配的目的 那然后跟保险不同的地方 就是政府只是说说他没有真的放钱进去 所以这两个小政府的一个approach 但是他们真正他们真的在操作上 还是有一些approach上的差异 那再来后来的研究里面 就是看把东亚跟其他的欧美国家做比较的话 他这个研究他是用了很多的这个indicator 不同的国家的indicator 然后去做cluster 然后之后发现说这个发展性就是一个重家庭 然后政府的负担较低的这个access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是比较趋近于其他欧美的地方 那相对于台湾和韩国就还算是个跟欧美的这个福利投入程度 还是有一段距离 然后另外一位韩国学者呢 他就是这里他着重于保险系统 就社会保险系统 专门看pension和health insurance 看这两个系统里面多大程度是政府负担 多大程度是个人负担 那他在做 然后他也用收了不同的时间点 看到你看新加坡和香港就是一个market oriented regime 那日本台湾和韩国就是一个inclusivist regime 就是代表政府负担的较多 那中国是属于这个dualist regime 因为他采both inclusive还有market oriented regime 原因是在于说因为中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城乡差异很大 然后各地的地方财政的差异性也很大 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 他们其实在过去十年有很多 不管在health insurance或是pension上面都有很大程度的reform 那这些reform里面呢 其实大家采的方式可能是结合就是政府和这种saving scheme都存在 所以他后来被classified比较在中间这样 那然后在更新的文献里面呢 会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Ian Holiday他提到说东亚的特征就是很重视发展 所以他的welfare program 很多时候都是要加强让人可以成为更好的这个雇员 可以成为更好的worker 所以呢就是例如说我给你housing 我给你healthcare 你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worker 然后或是教育这些 然后但是如果是相对于这些比较可以让人成为更好worker的这些welfare措施之外 另外一个另外on the other end of the assets 会是像是社会救助 就是你很穷 我给你钱其实并不会让你成为更好 但是是让你不要那么辛苦 这些就是在这个protective的部分可能表现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Ian Holiday的这个conceptualization里面 东亚就是比较重视productive 所以说在这个后来的研究我们要去了解 到底这个东亚的福利到底是还是很重视productive 还是他也有兼顾了protective的这个dimension 那在他们最新的研究看起来 如果说他去数 就是设了一些indicator之后去看说 那各地的表现如何 发现其实韩国好像是在这两个assets的平衡上做得最好的 那这个这个是当初在约克大学的一位一位研究者 他后来又跟另外一个kerner一个德国老师 他现在在香港这边 他们又在做了就是针对三个decade的transition 做出了一些描绘 那overall呢 其实我们的take away就是其实东亚的内部 其实是还蛮有一直性还是蛮强的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整合这些文献要做一些hypothesis的话 那我会说呢这个韩国新加坡可能是一个比较low level of investment 然后他们都没有失业保险 没有失业保险在pandemic期间就知道 他可能会对于这个失业的人员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没有保险金可以拿 然后再来韩国在这个最新的研究看起来 他们是比较balanced 的那这的确是在我们如果说光光了解 到底什么政策新推行出来的话 韩国在2018年开始推行的Universal Child Allowance 就是代表不分平复 你有小孩在六岁以下就可以拿一定程度的这个child allowance 然后再来就是像美国的EITC 韩国也算是少数在这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里面 它是有这个退行的EITC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也有很大的expansion 就这些我们所知的发生的事情会觉得 好像韩国是朝一个更progressive的方向在前进 那日本面对他们的经济的这个萧条呢 所以说他们其实有welfare retrenchment 他们在可能2010年代像他们原来的这个Universal Allowance 也变成是还是排富让台湾的也是有点排富咯 但是呢台湾在2013年的时候也把这个低 原来只有低收入户然后现在又再增加有了中低收入户 所以说是它保护的是从底层之外再往上一点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些发展也许我会假设这个是日本和台湾是也许在南韩之后 带来中国中国虽然说它算是个比较新发展的这个福利系统 但是呢它这些福利系统的设置 它绝对是比这些小小政府的这些ideology来说 它的设置是更ambitious一届 但是某种通常它可能也还没有catch up到这个日韩台湾的地步 所以我们的hyposter是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overall呢所以我们看了刚刚这些文献呢 我们现在要讲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用比较新的数据啊 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些welfare改变之后 那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呢 然后我们是用比较重视这个social protected system 就是在过去研究很多是比较在看社会保险的层面 所以说这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我会说这有点像虾子摸像 就是打响有很多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数据 可能可以告诉我们另外层面的故事 那在pandemic之前呢 2019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这里会看几个indicator 就包括了这个generosity 就是我给你钱我给你多少钱 这部分是generosity的部分 coverage 我就算给你很多钱 但如果是给一点点人的话 其实这个系统也不是很generous 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也要看coverage 就是多大程度是那个人被 能够得到这个福利的协助 然后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些productive and protective的表现 跟过去文献做一些对话 然后呢我们的数据也可以去看work incentive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福利其实常常讨论 你都会担心说我给你太多钱你就不工作啦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说当你的收入增加的时候 你的welfare benefit discount的程度是多少 这是可以了解说这个福利系统里面的工作诱因是怎么样 然后呢我们也看说给你的这个钱之后是否能够减低贫穷率 还有呢它多大程度可以re-distribute income 让那个income distribution变得更平等 这是我们会看的几个层面 然后呢借由这些层面其实我们借我们数据画出了像这样的图 但我最后我再来讲我们怎么怎么画出这个 OK所以这个model family就是设一些income和family type之后 然后去收他们的information income case就包括说就我们假设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工作人口 然后他是在拿最低工资只工作一半的时间 在美洲只工作一半的时间 然后再来是一个工作人口 他是拿half of the national average earning 然后一个工作人口 然后一个工作人口 两个工作人口 一个是half of national average earning 然后另外一个是full average earning 然后另外是两个都是算是拿平均工资 最后是没有工作的人 然后他是得到社会救助 family type single adult 然后single parent 然后有年纪很小的小孩 有五岁的小孩 七到十四岁的小孩 然后再双亲家庭 原来我还很天真想说我们就这样设 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后来发现我们要把每一个adult的年龄都要设清楚 像我们也知道台湾有一些这个什么 就是关于住屋的一些补助 你要四十岁以下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其实有一些补助还会一年龄去算 所以说这个model family它的限制也是在于说 当我们把这个profile定得很细的时候 它的representativeness就会降低 但是它也可以借由这些profile设立得到一些可比性的基础 然后我们会收earning income tax rent cost 还有它的benefit 那大部分的资讯是可以从政府的网站上得到 那我们也会需要用一些research report啊 或是其实当地的survey去了解cost 或是这个收入水平 他们大部分的housing cost多少 food cost是多少 那由于就是每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国内变异性 像台湾在台北市跟在花莲在加益的这个低收的这个金额就会有差 所以说我们后来是选capital 就是等于说这个比较是在看北京首尔东京台北和新加坡和香港的这个比较 那所以说它算是一个比较generous的状态的一个比较 代表说如果说你在一个generous scenario你都有点落后的话 那你可能在国内其他地方会更落后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perspective去看 然后呢我们第一次的spreadsheet 就是你看这是新加坡他们一堆program 所以就是在这个family 这个income case这个family type下 然后就是算是做出了一个family budget的概念 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导入统计软体做分析 然后呢 对所以the regression的话 outcome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 然后country dummy是主要的independent variable 然后我们再control他们的income types income case和family types 好的先看generosity 这个又是有点复杂 所以说你看我们其实收的很细哦 我刚刚提到每一个家庭的profile 我们有他们的这个低收可以拿多少啊 如果你拿一些阴阳补助 像台湾是针对怀孕和这个刚出生的家庭 是有这个阴阳补助拿多少钱 有housing 的 subsidy medical subsidy 就是就医的一些补助 比如说出生的时候可以拿多少生育金贴 福利儿童的这个child benefit child care allowance education tax 相关的 那我们会做一个cash version 就是你真的拿钱 但因为很多的福利补助是跟你花多少钱有关 例如说housing 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付房租 那政府补给你一个fraction 所以说这些部分其他就是跟cost有关 或者甚至是in-kind的这些transfer 这部分的话我们是另外做一个版本 因为这部分我们需要跟cost做一个相加之后 就是net of the cost 最后你的out-of-pocket expenditure是多少 所以你光光只看你拿多少substit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像在新加坡 你的child care要花这么多钱 然后政府补给你了这么多钱 那你就会觉得好多好多 比其他地方都更多 但其实也许最后你的out-of-pocket expenditure 还是比其他地方多 虽然说其他地方补比较少 但是out-of-pocket 其实最终是对你家庭的budget burden是多少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分开看这个 data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10分钟或更少 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继续讲 ok ok 好 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画了一个coefficient plot 所以说在generosity就是 他所得到的这个benefit value 然后减掉了要付的税 要付的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就是我们台湾人理解就是劳健保费 还有一些重要的cost 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 跟housing child care 相关的cost 之后那我们是怎么去调整 跟当地的生活水准呢 是出以当地的平均薪资 去得到一个generosity的一个indicator 那在这个model里面呢 红色的线是日本 它是我们的这个对焦点 那我们发现台湾出我意料 其实表现还不错 台湾、日本和香港 在这个benefit generosity上面 其实表现得不错 那比较落后的是韩国和新加坡 那再来看coverage coverage其实我们是加了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program 我们把它相加在一起 就是等于说我这个家庭 我可能得到八个补助 如果我是很低收入 我可能会得到八个program的补助 那你的income增加的话 你得到补助可能只剩下一个program 两个program而已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coverage index 但是呢 这个outcome是这样 但也可以讨论说 但是政府其实针对每一种program 要花的钱不一样 有一些program要花很多钱 有些program其实不用那么多钱 所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weighted coverage index 用每个program的generosity去做 然后呢 其实这两个 我们去capture this variation之后 其实结论也没有差太多 台湾也其实给了program的种类很多 那另外一部分有趣的是新加坡 他刚刚在这个generosity给多少钱里面是落后 但其实给很多种program 我们新加坡合作者说 我的确跟他们的理解是类似 就是政府就是给了好多好多不同的program 那其实都只给一点点钱 所以最终就是最终对于家庭的帮助可能也是有限 然后在productive和protective的层面上来说 我们可以说protective可能是像是 像低收补助啊 营养补助啊 和这个住房补助啊 那在productive的部分可能是 就是医疗啊 medical 这个fertility 就是一些家庭政策 其实算是productive 教育啊 tech subsidy 一般是为了要incentivize work 要鼓励工作 所以它比较是productive的层面 然后还有这个child benefit 就台湾这些育儿津贴 和这个就是让小孩去送托的这些补助 是在productive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看到台湾其实比较是重protective 比较保护性的一些福利是较多 那相对来说 有趣的是在productive的层面 其实韩国做了更多 再来work incentive work incentive这边我们的做法是说 我们看在regression model里面 我们放的是这个 它的earning 你的收入作为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然后再来是country dummies 然后interaction of country dummies and earnings 去predict你的welfare generosity 所以呢 我们这里看到说 当你的收入 你的我们的薪资增加的时候 然后这里stand out是中国大陆这边 当薪资增加的时候 你的welfare generosity 减少的程度在中国是最多的 代表说它是蛮disincentivized work的 就我工作越多 反倒福利更少 我的total income其实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真的因为你工作 收入增多了增多 那相对来说有趣的是这个新加坡这条线 你看它的邪率是最缓的 代表说你收入增加 然后你的benefit减少程度其实是最小 所以它是最incentivized work的一个地方 带来poverty alleviation 我们看到日本和台湾 其实在减贫的效果是还不错 就是他们的福利收入带来的这个贫穷的减少的话 台湾和日本还不错 新加坡和中国是比较不好的 再来重分配的部分 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台湾和香港的这个造成所得重分配的程度 其实是较多 那相对来说中国和新加坡也是较少 那藉由这些我们 我们其实把他们的相对位置用这个standardized score去画这个plot 代表说其他的absolute value其实在这里不是那么有意义 但是我们这里做standardization的话 就代表说是相对于东亚的其他地方 你的表现实在怎么样 所以零就是neutral 那越少就是相对于其他人越低 看到中国在各个层面上来说 他都是算是比较靠后 然后呢 日本韩国和台湾就跟我们的假设类似 其他的表现是不错 但然后日本尤其在减贫还有redistribution上面 是表现得还不错 那再来有趣的是韩国 我们刚提到说也许在hypox里面 我会期待他的表现其实更好 但其实当其他的研究比较是focus在social insurance system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里面看到其实他的给的福利就算给的多 但是也在金额上面不是那么的generous 然后呢他比较是着重在这个生产性的productive的welfare上面做得比较好 那香港在2013年2011年之后其实有好多的welfare的expansion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比较是catch up with日本韩国和台湾 所以说其实香港是有点是transition out of small government ideal 至少在他的这个福利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那在新加坡的话呢 我们看到其实他的这个work incentive是最好 然后coverage也很多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那在我们在做研究 后来我一个其中像陈宏我们的一个合作者 他就说我们需要给他一些label 因为人家sign的研究其实我们光给这些summary还不够 所以后来我们又attached some label to it 所以overall我们是找到 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福利的generosity的这个部分 有趣的是跟过去主要的文献其实都还是蛮类似的 翻译品是蛮类似的 但是呢我们也找到一些特质 就是说中国和其他福利体系的距离 可能还是比过去研究看到的还要再大一些 然后在韩国这边 我们看到其实它也许不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地位 那在这个我们这个切入的角度来说 目前看到的这个alternative angle是这样 那来到了那个pandemic的期间 在我再尽快把这块讲完 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在pandemic的期间的话 我们要去理解到底 各地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pandemic所带来的这些 像收入减少的这些压力 有一些是可能从这个contributory system 就是社会保险的这里面去切入 例如说像美国的话就是增加这个分是这个 失业保险 就是让你的失业保险可以领的月数可以更多啊 就用一些方式来来来协助这些家庭 那也有一些是从社会救助的 那个non-contributory system 你不用付钱你就可以享用的的一些措施 包括一些也可以说这些消费券啊这种 也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社会救助的一些措施 然后也有针对那个labor market的一些措施 像在台湾的话其实这些 他们有做了很多其实是例如说像是各个公司和行号 你可以去办就业训练 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些训练才可以拿这些钱 所以是跟一个labor market的这个promotion 是把它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有些是针对这个labor market的一些措施 就是去协助这些有需要的员工 然后呢这些是从什么的program来下手 那真正给了什么program的话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差异性是在于说 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给一些新的program 然后有一些是在既有program上去做 给你更多钱的这个调整 vertical expansion或者是coverage expansion 就是那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延 是再放松一点这样就更多人可以受贿 那在过去看一些像是08年 美国的这个great recession 就有好多相关的研究出来 去看说在这些很大的economic recession 发生的时候社会福利措施是怎么做调整 那原则上我们过去我们先看到说 越高收入的国家 它可能比较有这个capacity可以去有给很多不同的program 那然后比较低收入的国家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另外一个角度去切的话是福利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些系统 福利系统呢它可能可以借由它existing的这些福利program 就可以达到提供保护的一个的效用 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系统 可能就需要用很多新的program去做这件事 在亚洲呢我们在97年的financial crisis或者是SARS的时候 其实当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研究去看说 那这些事件对于东亚福利的回应的差异是什么 原则上在Asian financial crisis 也许韩国可以说是它因为这些crisis 所以它就反省系统的这个漏洞是什么 然后有做出一些比较progressive的回应 但是在SARS的期间的话可能就是中国这边 多少文献是说它SARS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个福利的一个transition point 在这之后它会有更大的力度需要去去回应这些社会需求 所以它其实造就了一些福利的expansion 但这个Asian financial crisis其实研究中并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consensus说到底它是否会造成一些regime change 所以呢COVID来说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实验 因为说过去你说Asian financial crisis在各国的影响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COVID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一个shock 然后而且是hit all the countries 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就在刚刚我提到我们过去看东亚的这些福利的时候 其实很少是去理解它针对这些的shock的response是什么 所以它可以增加一个新的dimension 所以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它在shock期间的这些measure跟平常的measure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在轻的这一年在我们新收的数据看2020和2021的数据呢 我们有更多的observation来做分析 然后我们也加了一些我们看了各国的回应措施 然后我们就identify一些更多的一些profile 是各国有些国有座有些国没座 这就是variation的来源 所以我们设了新的profile 我们也特别去看workers 其实有趣的是就各地很多的program 都是occupation specific 比如像香港就针对taxi driver 其他人都没有 然后也有一些是针对这些艺术工作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occupation给设得很细 然后再来他们有三个scenario 就是失业但是可以拿失业保险 失业没有失业保险 和面对例如说30% reduction 在它的收入上的话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收了更细的 就是我们算disept regular measure 和COVID回应的measure 去做一些研究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先讲coverage好了 像我们刚提到新加坡和香港 都是属于一个小政府的一个 这代表他们的existing measure 比较没有那么完善 在COVID期间 我们看到新加坡就是一个特例鸡群 就是做了非常多的措施 给他们的人民这样 然后follow by Hong Kong 那中国大陆它也算是个福利发展相对较 没有那么有历史的地方 然后有趣的是它就是很感... 你看它给的program的数量就很低 就只比中国多一些些 但是我们再加入这个generosity的角度来看 新加坡给一堆program 但它的generosity 其实只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香港给很多program 就是高费券 而且发了不止一轮 这部分的话我的解读是 其实它有混杂一些 就是社会维稳的一个角度 然后其他地方在这儿 韩国在就是中间 代表比日本和台湾在低一些 然后另外部分 我们要看during covid的system的话 如果我们现在先看contributory system 这里聚焦在unemployment insurance 就失业保险上 我们发现日本 它的generosity 是远远领先于三个 另外有失业保险的地方 那香港新加坡是没有失业保险 它们就是比较落后 但如果我们看non-contributory system的话 在covid期间香港是高于日本和台湾 然后再来是韩国、新加坡、中国 针对worker的话 有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状况下 我们现在是加总了 就除了失业保险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 包括消费券这些都包含在内 还有一些像我们知道有小孩的 可能会有一些育儿补助这些 全部都加在一起之后 我们看到了台湾和日本是靠钱 针对worker 这个是single adult worker 没有好小孩的状况下 他们是靠钱 然后韩国是靠后 然后没有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时候 其实台湾也还不错 韩国是靠后 然后有确实在wage reduction scenario的话 日本和这两个没有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地方 他们其实补助的还比台湾和韩国还要多 所以overall 我觉得take away是说 像是日本 它其实不用有很多特殊的回应 它既有的系统 其实就已经做得还不错 它的这个generality就不错 然后呢 然后有趣的是 像这个传统的后段班 是中国、新加坡、香港 但是呢 其实他们的回应各异 像中国就是继续没有给很多新的program 它虽然有维稳的这个 我们知道它有维稳的这个intention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需要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然后呢 我们中国合作组也提到说 也可能是它觉得就是清零这部分就是最重要的福利措施 然后呢 新加坡和香港的话 他们就是可能因为它有比较强的fiscal capacity 所以在这个covid期间它要做更多事情 它就马上就可以做到这件事相对于中国 然后呢 再加上他们过去也都有些 过去的economic recession都有发消费券的传统 这些传统也给他们压力说 那在更大的shock来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就要更好这样子 然后在香港这部分 又有这个social movement造就的一些社会需要 所以说它的这个力度可能又大于以往 它的这个福利的这个回应的力度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 所以我们发现说 其实在covid期间它的这个shock response 其实跟平常它的传统的这个运作的逻辑 其实是有差异的 所以代表说当我们在看福利体系的时候 在了解这个shock response 会是一个有趣的一个dimension 然后另外的程度来说呢 原来我当初写grant写2020和2021 我原来是想说2020是during pandemic 2021是after pandemic 你就想现在都还没有 来到这个过pandemic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真正了解说 这些covid期间的福利措施是否会造就了 接下来更多的革新真的带给体制 比较fundamental的一些改变 还是说它就只是在covid期间给了很多的暂时性的measure 过去的就没了 这部分我们要有待之后才能再做更多的了解 就是有再收 我们现在的我的设想是也许收2023的时候 再收个时间点之后可能可以更把这个故事给讲完整 OK 以上当然这个方法有很多limitation 我就先在这不多说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researchers 能帮助我们来收这些数据 要感谢他们这个研究才有办法能够完成 好 谢谢 就是感谢Julia今天的演讲 那观众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欢迎直接打开麦克风 我们可以直接直接问问题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就是在你最后在讲conclusion的时候 我就就是在讲关于这个 因为你在讨论的是一个shock response 就是对于COVID这件事情的response 那如果我今天 我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你们 你这样的一个model 对于continuous 就是这样的policy的continuous的predictive power 有没有predictive power 没有啊 因为呢 我看一下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未来政府会怎么做其实很难说 我来很快share一个screen 其实在准备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呢 我现在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看到我的slide吗 可以 我现在在接下来研究这部分 其实这个COVID期间我们比较preliminary 因为我们上个月才收完数据啊 然后呢 所以说呢 就new program跟existing program adjustment的部分 就是我们还试着把数据这部分 能够再切分更清楚之后 才能看到说到底有 理想中是如果是existing program adjustment 它也许会有些可能性说如果它的measure 不是temporary的话 那它未来对于真的体制的改变会有一些影响 那大部分其实都是temporary programs 那有差别的地方是例如说像在韩国 他们在COVID期间他们也就认清的说 他们既有的这个失业保险 只cover了大部分的regular worker 很多例如说像送UberEat的人啊 这些non-traditional employees 他们可能都没有受到这些社会保险的保障 所以说他们其实有在讨论要革新 有在试着要革新他们的现有的program 所以说除非像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我的意思说是这样的这个discussion 还有这样的就是体制改变的这个正式的流程发生 不然其实大部分的回应都是暂时性的回应而已 对所以说你这有没有predictive power呢 其实是没有 我个人觉得2019的状况更有predictive power 但是呢但是我们当然是想要算是capture 说那到底这个最终对于系统的改变是什么 另外一部分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当时我们一开始在收这个pandemic response 他们真的那个program真是多到爆炸 就是可能有几十页的都是在他们的program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track这些single program 然后对于overall福利系统的这个影响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一个小program它到底意义是什么 那其他地方你给三个program 其他地方给一个program 达到类似的东西 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研究approach的一个advantage 是它算是给了一个summary吧 就是就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里面 我们把它给就是summarize在一个monetary value 就是你到底得到多少这样子 所以某种程度上接下来也许再收一个时间点的话 在pandemic之后也许可以更好的去回答你说的部分 所以我个人觉得covid期间其实不太有predictive power 所以我个人觉得covid期间其实不太有predictive power 也可以在另外一段QA继续发文这样子 对 那 诶 其实我有一个蛮technical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你问了 就是 就是你秀了一个data是 3 decade transition 嗯 3 decade transition 其实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 就是harmonize那些data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可以想要的是3 decade transition 的data 有很难 就是我就说这已经算是比较近代的data 那它还是很难去 哦 ok 那个3 那个3 decade 的部分 我 我刚 3 decade 的那个研究 它不是 survey data 做的 它是用indicator 做的 等于说它去搜你该国当初 例如说 业保险是补 它数的替代率是多少 用那个数字去做一些事情 那它specific的研究法呢 就是我们 就是社会科学现在大家讲 就是quantitative study 但是事实上 像你要做跨国比较的时候 你看国家的sample size 你了不起是100多个吧 也是很小的sample 然后你又zoom in 到 这种regional study 东亚研究才六个时间点 才六个地方 那就其实很难 所以呢 有一个研究法叫做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它试着把Qualitative data 做了一些事之后 可以用小sample的方式 可以去做一些inference 所以那个研究 它是用了这个Fossey-Seq ideal type analysis的一个研究法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的研究法里面 很小的sample 后来也有一些分析方法的一些产生 然后这样的话 在很小的sample的状况下 还可以做一些inference 所以说它用的方式就是 第一不是microdata 然后第二它是用一个小sample的 专门的分析方法去做的 了解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这个阶段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先这个 感谢今天Julia的演讲 然后非常的清楚 谢谢 那大家请打开麦克风 再来就是给Julia一次 谢谢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会先把演讲 就是我就先把这个录影先关掉 那